自8月8日起,黑龙江省的拉铃河顿的水位逐步的在上涨 那么现在呢,已经超出了警戒水位 那今天呢,我们来到的是黑龙江省双城区增产村多口电臀 这里呢,是距离拉铃河较为近的一个村落 在镜头当中呢,我们能够看到像我身后的这样的房屋已经是被水淹的一个状态 大门已经基本已经全部淹没了 在远处的大片的玉米地也是被淹的一个状态 同时呢,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防汛的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像我的身旁大概有一米多左右的这样的沙堤已经建成 而像这样的沙堤大约现在有两公里左右 我们从4号开始就进入紧急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我们转移了497口人 现在呢,我们被洪水淹是大概是19口 30多口人 以后呢,我们还要请就是多方的力量 完了,我们还就要加固 因为水势今天早晨还在上场 我们下周再将结束 我们下周的 glorious Course 如果我们下周的快速 我们下周的 stirring 我们下周的富 Geschwat